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单纯就来分享一下SSD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升级SSD 然后顺便分享一下 我觉得哪一个SSD比较赞 稍微说一下我使用过的SSD 那我最早的SSD 应该是我们全家最先使用MW2 SSD的 就是这一个Toshiba的 这个是在MSI-B店里面的 那它只有256GB 所以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也还可以持续使用 应该已经快要10年啦 哇塞 那它还可以持续正常使用 只是256GB真的是有点小 以今天的规格而言 所以我后面因为这个256GB太小 所以我就买了Intel的SSD 是660 那660一直坏掉 所以我们升级到了670 那670现在正在我的主机里面 所以我们待会就来测试一下 这个Samsung 970 EVO Plus 真的还不错 那它目前是我的C叠 所以也是2T的 所以2T C叠 2T D叠 那我们现在想要把我们的D叠升级成 更厉害的 那我们现在买了一个WD 4TB的SSD 因为我们现在的SSD 这种大容量的价格调还蛮多 原本原价 这个几年前是双倍价格 现在已经直接砍半价格 所以我们就直接买来用用看啦 所以我现在各种品牌都有 有Toshiba、Samsung、Intel跟WD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待会就来看看 到底速度有没有飞起来 置入一下 我们这边是开影像工作室 专门提供客制化的影像制作服务 如果有影像制作的需求 还您与我们联络 OK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的SSD包装啦 里面就有一本说明书 还有我们的SSD本体了 那买这个是WD Black SN850X 4TB的版本 那我们上面所有的这种储存的地方 全部都还是写着Sandisk 因为WD已经把Sandisk编购了 但是我们有点像是WD贴牌 然后Sandisk还是维持它自己 生产这种固态的快取储存装置这样子 这4TB比较大的M.2 SSD 那它正面跟它的背面 都有一些电子零件 那像是我们旧的 像是970 像刚刚的Intel这个 只有2TB背面是完全空的 那这一个正反面两个都有 那这是个好问题 就是我们通常SSD不是会有散热片吗 那通常都只有贴上面 那下面这边也有储存的东西 那它到底要怎么散热呢 它藏在那个整个主机板 跟完全没有空气流通的地方 它怎么散热呢 它会不会正面散热凉爽 结果背面先把它烧坏了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在把这个WDSSD装到电脑之前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我们原本电脑里面的 Samsung 970 EVO Plus 跟我们的Intel 670P 到底两个速度怎么样 然后看看有没有速度升级 那就单纯测试好玩的啦 所以目前我们的测试状态就是我们把 原本我们现在的资料在C底的970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传到Intel的D底里面 你看看速度怎么样 这就是真实世界的传输速度 然后我也没有要去那里跑分 到底跑那些分数要干什么 我们跑得顺畅 跑得快速就好了 Samsung 970 复制到Intel的670 哇塞 1G 2G耶 2GB 1GB 哇 2GB 哇 飞起来飞起来 哇塞 速度掉下来 我们看一下工作管理员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Intel SSD 其实已经要爆炸了 它的写入速度看起来是没有到很快啦 就是前面超快 可能有1Gb 2Gb 但是马上就直接掉到200多 200到300之间 它的幅度还蛮 那个浮动还蛮大的 那它的一直维持在100%的状态 那我们Samsung SSD的部分呢 看起来 因为它现在是读取啦 所以就其实比较轻松 那我们看起来也就是在几% 10%以内啦 轻轻松松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反正我们速度已经掉了 它应该就是会这样子 250左右 一直到结束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 就是把我们Intel的资料 传到我们C碟 那我们就直接传到Picture好了 复制一下 看看 哇 2GB 速度有没有掉 也是有掉 就一开始都是很快啦 但是 看是多快速度会掉下来 所以现在还是维持1GB 看起来还OK Intel也没有跑到100%了 因为现在是读取状态 看起来读取都轻轻松松啦 那现在Samsung的SSD 也跑到100% 但是它的写入速度可以达到 1.5GB 每秒钟 其实爆炸快耶 而且它现在维持了 直接把我们的档案 够传完了 它还可以维持到1.5GB 好那我们测试结果 这样其实还蛮OK 因为我目前是要换掉 Intel的SSD 所以Samsung的快速的SSD 还在C碟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 那个Intel的SSD 拔出来 换掉换成我们的WD 然后再来测试一下 到底传输速度 快多少呢 我们顺利把我们的WD 4TB的SSD 装到电脑 然后把我们的Intel拿出来啦 那我们就直接测试 看看我们把我们的C碟 Samsung SSD的资料 传到WD 到底速度怎么样呢 然后4TB的SSD 格式化完只剩3.63TB 好我们直接复制贴上啦 2GB飞起来 哇2GB 哇塞2GB 还维持2GB 看哪一个 我们把那个工作管理员打开看看 到底是谁在速度慢呢 哇塞 竟然是Samsung比较慢 Samsung读取已经快要接近100了 哇塞 已经快要Samsung SSD的极限了 然后WD还在写入耶 WD是写入 结果才73耶 哇塞 WD完胜啦 这个厉害啊 哇你看 一直维持2GB的速度 这真的 哇塞 速度都没掉耶 什么鬼 他们就一直这样写入耶 这WD有点厉害 就一直写入2点多GB的速度 持续写入 没有完全雕塑的迹象 哇塞 这个WD从头读到尾 2GB的速度写入 哇塞 真的获得百分百认可 这个哇塞 这个厉害 好 那我们就直接反过来 把我们的WD 复制到我们的C碟 随便复制到一个资料夹 看看 2GB的写入 SSD Samsung SSD 哇 你看 Samsung bottleneck Samsung写入速度 1点多GB 1.3 哦 越来越慢了 然后我们的WD 读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我们的C碟 Samsung已经100%了 我们终于 把Samsung推到极限了 好 极限差不多就是 2GB以内啦 1.3 1.4 1.5 反正没有WD这么快啦 反正WD现在就是完胜的状态 这就是我真实实用的情况啦 就是大量的影片传输 这样子传来传去 那有4TB的这种超大容量 这一个WD-SN850X 我真的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啦 就 经过我的暴力测试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持续传输这种巨无霸的档案 几百GB 几百GB 影片档案这样子 我天天这样拍影片 真的可以省很多时间 那剪辑啊 整个流畅会很多啦 反正我们就算升级啦 那也可以把这个WD推荐给大家 那如果之后有遇到什么问题 也会再持续跟大家更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